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四个小节的讲解 用数据库RDS数据迁入 我们会先介绍这个迁入的概念方法 然后呢会有一个示例 我们从一个字节数据库 演示一下如何把字节数据库里面的数据迁到用数据库RDS中 好,我们先看一下数据迁入是什么意思 那数据迁入RDS呢其实就是将传统的数据库 我们以MySQL为例 有可能字节的物理机上的数据库 也可能是RDS服务器上的MySQL数据库 那么通过两种方法 一种是MySQL dump 这是一个MySQL自带的一个命令行工具进行备份 然后再导入到RDS中 还有种方法是用DTS 就是R28提供的一个数据传输服务 那么通过这个传输和窃移服务 把这个数据库 一个数据库导到RDS中 Gibbeta示意图是这样的 那么支持MySQL,Segel Server,PostgreSQL 各种引擎的数据库都可以导到RDS中 这是数据窃移的一个概念 就是将传统数据过数据搬到涌上 是一个上渊的过程 那么切移的类型有这么几种 大概分三种 一个是结构切移 那就是说DTS会将切移的对象的结构 切移到目标的实力 比如说表,试图,触发器,充足过程和函数 这样的话呢,它只把创建的这个过程 语法切到了这个RDS中 那还有一种方法是缺量切移 缺量切移的话呢 就是将结构和数据 全部切移到目标实力 就包含了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数据量比较大的话 缺量切移的比较耗时间 第三个方法是增量切移 就是有的时候呢,数据又不能停止 一边在跑,一边要上涌,要搬切 那么这个时候呢,支持呢 叫增量切移 增量切移呢,需要做一些渗示 那么基本上它使于缺量先切一次 然后再通过Log传输 将变化的数据慢慢的切移到涌上 这个时候呢,就是切移过程中呢 不要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 结构变更呢 它会会产生一些问题 就是说本地别跟目标会没有啊 因为它会记下来目标的结构 是什么样子 那还就分三种 从结构切移 全量切移 带数据和增量切移 三个部分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MySQL Dump这个工具啊 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通过MySQL Dump 切移的话呢,需要几个步骤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去购买一个RDS实例 目标的实例需要有了 那么创建好了实例 创建好数据库的名称 可以去去查看啊 比较简单 就是命令行 那么所有用户名密码连接啊 后面带上一些参数 就可以导出 然后导入啊 基本上啊 步骤的非常非常简洁 那么接下来重点讲解一下 就是通过阿里用提供的DTS 这个在线的服务 如何能够完成数据库上游啊 我这里呢会讲一个 将自己的数据库切移到阿里用的数据库 还有DTS啊 直接拷费上啊 然后呢我需要通过我的啊电脑去连接啊 我本地电脑我用这个啊 马克的电脑 用这个CQ Pro啊 将它连接上啊 啊 号称Name 然后用户名啊 然后密码啊 然后connect 好 我就连接上了 连接上以后我选择数据库啊 选择这个 Essdb002啊 这是我里面有个DRAWBHIST 一个一张表啊 点开以后可以看到这个表里面的数据啊 那么现在有339号数据啊 大概可以翻一下啊 员工编号啊 啊其实其中族其他的工作啊 薪水啊 备注部门描述等等啊 这样的一系列的列啊 大概是339号的数据啊 这是我在啊 本地啊 数据库 本地服务想建立一个数据 Miseco 充满CQ的数据啊 那这个这个表可以看一下 从这看他啊 完全是呃 和RDS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现在呢 要要演示一下 我这个数据如何切到了 切到用场啊 比如说 我现在从这里面看我的RDS的实例 我们刚刚已经演示过了 那我们的数据库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 呃 Database 00102 这是刚测试的时候产生一个数据库 那么现在呢 需要去迁移的话呢 点击右上角的迁移数据库啊 这个服务 好 这里面呢 如果大家第一次使用的话 需要去购买一个DTS的一个服务啊 这是目前已经收费了 安量付费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购买完了啊 这个过程就不也是 那我们要创建企业任务啊 创建企业任务 创建企业任务的这个任务名称可以去啊 指定啊 比如说我们叫 啊 import import db from import db from my eSense 然后呢 属于类型可以从而选 如果大家在本账号下有这个 eSense上字节数据库可以选择这个 那我们现在是在 其他账号下的 那所以可以选择一下啊 在公网有公网IP的字节数据库就好了啊 有公网IP字节数据库 那数据库类型可以选择这么击中 mySQL oracle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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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 目前支持的 那目前要要选一下主机名啊 那我就是刚刚我的那个 原数据库信息啊 通通这里配置掉原数据库信息 就是我的啊 本机上啊 我的服务器上建立的 这个啊 数据库的IP 和它的账号 啊 数据库账号啊 数据库账号是啊 root管理账号啊 这是密码 啊 然后啊 目标库的信息 就是说我要切到 哪个rds实例上 是吧 那就有rds实例 也可以切到啊 排的db ausson base 还有 e-sr 之间的数据库啊 就是dcs 它是一个公共的工具 也可以签入也可以签出 那我可以从rds实例啊 前到这来 最后呢 实例id啊 选哪个 实例id 实例id选哪个 那我手这个rds 呃 test01 这是我们刚刚测试的那个实例啊 选择这个啊 就没有错 然后呢 数据库账号 就是说我们刚刚在上一节讲到那个呃 数据库用户的时候创建的啊 数据库账号和密码 现在这里输入好 这么切一完以后呢 我们要进入点击数据白名单进行下一步啊 那会他会自动将我们的呃 dts的ip地址呢 授权到约库啊 然后呢 去去操作 那我先看到db002 我我这个员数据库里面 db002下面有个jobhast啊 这样一个一个一张表 那我选择它 然后向右的箭头啊 但这个类型呢 我会选择结构切移加全量数据切移就好了啊 增量切移我们就就不演示了啊 这个是在这个技术之上进行这个操作啊 稍微复杂一点点 他们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些文档 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好 那这样的目标对象啊 目标 这个里面的可以去编辑一下啊 目标目标数据库我们叫什么名字啊 就是说他默认会将原数据库的数据库名带过来 那么这里面有个编辑啊 在这里面有个编辑一下啊 比如说这叫 my imported db啊 我切上来的数据库 好 新的数据库名和新的表名 好 我可以写于检查并启动 系统会自动检查一下啊 原数据库状态和目标数据库状态啊 以及当前是不是接融啊 版本号啊 数据库类型啊 以及网络缺陷的检查 好 你看这里面检查到可用性有一个失败 是什么情况 检查签入数据库的数据可用性啊 失败啊 名称名称不规范啊 对名称不规范啊 我们要要想想了 这个指名称的话 数据库名称都要求是小写字母 我想起来了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配置接应任务 返回来返回来 我们的DTS 还是 刚刚检查了一下子说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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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称 不要我把它比对比较小写就好了 小写啊 啊 这是啊 不是不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名称 让我们修改 应该在数据库名目标数据库名 目标数据库名称 啊 啊 当刚刚检查到这个 呃 名称不规范 他也被他发现了啊 我们立刻进行纠正 那还有同名对象 总算性检查 就同名的话呢 可能会冲突啊 这也会导致 其一步成功啊 约束的完整性检查啊 比如说外界的副表是不是迁移啊 有关连接线要求啊 这些等等的 看到检查通过百分之百 那么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好 接着他会告诉我们说 呃 迁移的费用 如果产生公网流量会收费啊 每GB是七毛二啊 这个是非常便宜的啊 啊 列入类型呢 有这么几种啊 可以去选择 暗量 暗量付费啊 配置费用没有了 只是修一个公网流量费啊 点击确认 那么开始启动这一个任务 好 切移中 那么看一下切移的这个详情啊 可以看到 就它正在进行中啊 正在切移中 我们看一下 结构切移 好 结构切移已经完成啊 第一步我们任务的配置 啊 这里面可以看到 那么结构切移啊 已经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是全量数据切移 好 我们看到393条数据用到一秒钟就完成了啊 那么到此为止我们这个切移呢 就已经啊 百分之百的成功啊 从这里面看到 好 已经成功了 那么再从这个数据库里面看一下啊 从DMS啊 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啊 是真的有了 还是 啊 还是没有 MyDB from E4S 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库的名称 点击看一下 好 Job Hist 可以看到了啊 那么点击一下 打开表 好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记录 对不对啊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呃 呃 字段大概差不多啊 员工编号 骑士终之机 Job啊 Cellary啊 这些描述啊 都已经是有的 那么看一下它的这个呃 这个记录数够不够啊 好 我们看一下 看这个记录数 啊 啊 总行数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393条啊 Count新可以看到了好 那从这可以看到我们呃 整个的迁移是啊 比较简单的啊 我们只需要啊看一下 回顾一下 我们DTS其实是一个服务 那从服务里面啊 创建企业任务啊 我们开始等待 等待的迁移 那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任务详细 里面会有几个啊 结构迁移啊 数据迁移 我们整个 三个步骤都完成以后 那么数据就会啊 全部进入到我们的RDS里面啊 非常的简单 就这样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 如果有上用需求的话啊 尽量采用啊 DTS去迁移啊 这样的话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 我们其实可能遇到问题啊 比如我们刚刚演示过程中 不小心把数据顾名称 有大写字母 那么见面会及时的纠正告诉我们 然后进行一个啊 重置 那么就其实成功了 好 这就是整个我们数据 迁入的这一个章节的 全部内容 好 本节结束啊 感谢大家观看